有点小激动 今天大家又有眼福了 一会儿又可以看到一个很美的珠宝子 前两天不是刚刚说了一个 那个组织切割的一个蓝钻吗 那是蓝钻啊 一直想要个粉钻嘛 就小小的粉钻 但是一定要顶尖货 今天我朋友祖北哥给我找到了 一会儿给我送到家里来 一会儿给大家欣赏一下 给你乐的 好激动 录起来 哈喽 哈喽 录起来 终于到了 给你乐的 看见你小学小的好紧张啊 终于看见我梦寐以求的红钻了 站着看红钻还是在拍外面看的 给你紧张的 我们拍箱吧 我们把它打开 你录时间紧张吗 我还好 我看你平常也会录一些视频 正书 正书 哇 你看见就看见一个超大的粉钻 这么大粉钻 这里得有十几克拉吧 对 这个十二克拉 对 这个太美了 我的天呐 看到好东西了是吗 看呗 我估计只能在我的视频里 看到一颗红钻 真正的红钻 一般都得在拍卖上是不是 对对对 大概的双正书的红钻 全世界只有35颗对吧 只有35颗 对的 给他拍一下 李靖的拍一下 李靖一样 给他拍一下仔细 我尽量 他的正书 哇 好美上镜 太美了 他的正书 哥把他正书都拿来了 对对 正书 他的GI是红钻 GI是红钻 Purpleature LED 紫红色钻 阿盖尔正书也是 Purpleature LED 哇 好难得啊 这个红钻就叫阿盖尔的双正红钻 他全球只有35颗 这个就是你选的粉钻 这给大家看一下 先给粉丝看 这是我选的那颗粉钻 你们先啊 李靖二的 给哥哥带证书了吗 对对对 给大家看一下 阿盖尔的全球大拍级别了 一个1.12克拉的 1.12克拉的 我尽量排好看 我要放在蓝钻相当一体 但我今天看粉钻 看红色 我感觉我这粉钻也不香了呢 我想再要颗红钻 但我又买不了阿盖尔的红色 天哪 这个是 这个是 它是4匹 在阿盖尔等级到中非常高的 对这是他的GIA证书 对1.12克拉 阿盖尔粉钻能够买1克拉的是非常罕见 非常少的 这个粉丝真的太喜欢了 很多人说买这些东西 从来不手软不眨眼 其实买这种东西 只要你价格买的合适 不用考虑任何问题 它只会涨 不会往下跌的 因为太细缺太少了 记得要懂啊 我买那些大克拉都是涨了 没有一个亏的 哥很赞同 整个凶针 其实这凶针一看 看似很小 大家估计都不知道 这种其实很贵 为什么呢 哇好美啊 全都是彩针 给大家看一下 我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一个熊生上面六颗 非常罕见的彩针 比如说像这一颗是红钻 正红色的 这一颗得上百万了吧 对这一颗就是要上百万了 那么这一颗是阿盖尔的 燕彩紫粉钻 那么这一颗是深彩 深紫色钻石 哇好美 对这个是燕彩橙钻 那么这一颗比红钻还要罕见 它是紫罗兰钻石 就全球总共只挖出了 大概12颗的紫罗兰钻石 那么这个是个农彩黄绿钻 对非常罕见 所以一个凶针上面 提起了非常 所有罕见的这种 这样的彩色钻石 感觉不是太适合我吧 我带着 是不是有点小我 还可以啊 所以我还喜欢那种 大克拉裸石 气场要足 对不对给真正懂得欣赏这些东西的人了 但是上身也很漂亮 哥真的太会做生意了 一定要向他学习 本来想买一个一颗拉粉钻 结果完了 自动看了红钻 扒不出来了 一个一颗拉的一个红钻 那我给大家拍一下 我先给大家卸下了 安带那个粉钻和蓝钻 配合在一起 做个糖果色 哇好美 特别适合你 哥还说适合你了 太贵了 肯定适合 毁了多少颗的粉钻 我的天啊 最终就敲定这两颗了 一个一颗拉粉钻 本来就敲定了这颗 然后多了一颗意外收获 一个红钻 人生第一颗红钻来了 我快再给大家看一下 等着看成品吧 好不好 哥我问一下你 你看一下 这个是一颗拉的粉钻 跟十二颗拉的 价格差不多 买两颗没有买二 送一这一环节吗 你买多一点 我都送 我们这 北京都讲究买二送一 要想到的 这边是什么要送的吗 看看这里吧 这里啊 对 这个我送不起 这里都很贵 送个小的 送个小的 这里都很贵 送个小的吗 原来你在这等着呢 这里啊 送个小的 哎呦 这个我实在挑不出来了 挑个小的好不好 小老子真挑了 让粉丝看看哪个好看 挑一个好吧 我就挑一个小小七的 好吧